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个小节给大家讲了 我们直接通过操作寄存器的方法 来实现我们的点灯这个实验 然后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具体代码中的 我们这个主函数的实现部分 然后接下来就要继续我们这个代码的讲解 我们要接着要给大家讲解的就是 我们如何来初始化我们的这个GPIO 好,我们来直接来看我们这个代码 在我们这个上小节结束以后呢 我把这个代码大概整理了一下 然后呢我们直接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 对这个LED的这个初始化 我们直接跳转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定义里面去 好,我们对这个LED的初始化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GPIO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理论基础的时候讲了 我们要初始化这个IO 并且要去操作这个IO 实际上呢就是通过初始化我们这个IO这个端口呢 对应的我们这个控制器的一个寄存器来实现的 它的好几个寄存器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是否要去 我们要去重新定义我们这些寄存器呢 实际上呢这个工作呢 我们这个CMSIS呢我们这个标准化库已经帮我们做了一部分我们这个定义 就是我们对这个IO的控制器中的寄存器的定义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大的一部分工作了 我们呢只需要去使用我们这个CMSIS的这个Core这个库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定义就可以直接来操作我们这些寄存器了 好那么我们这个定义从哪去找呢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定义就在这个stm32f407xx.h的头文件里面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呢 已经把主要相关的一些寄存器的一些定义都给我们已经做好了 并且呢把他们这个对应的这些地址啊 以及他们的这些地址或者后面寄存器的地址的偏移量了 已经给我们写好了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使用这个头文件里面的已经预定好的一些变量来使用我们这些寄存器 好这个头文件呢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在我们这个MTK4ARM的这个安装以后这个目录下面我们找一下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具体在哪个位置 好下面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头文件好这个头文件呢 大家注意我们在看这个头文件的时候呢也是要从头开始看的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attention这个部分 他给我们讲了一些要使用这个头文件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大家下来呢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头文件 好这些这些头头文件里面呢就给我们定义了 首先呢定义了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IRQ就是interruptor request 我们这个中段这个相量表它的一些一个对应的一些值啊 这些中段对应的一些值他都给我们给我们定义好了我们这个中端号 然后呢就接着呢就定义了一些这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些结构体 而这个结构体里面的这些成员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我们要我们要去操作的这些寄存器 那么他这个 寄存器的排列呢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他其实大家看啊这个都是 32位的对吧 他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按四字节 如果是32呢用inter5符号整形的32位呢就是按四字节对齐的 那么他们的实际上这个寄存器呢在我们这个 他的一个存储的在我们这个 这个内存的定义表里面呢 印射表里面呢实际上 他呢也就是按这个顺序来进行定义的 这个呢比如说这个他的地址呢 他偏移量是0 那么这个呢是R1呢 他地址就偏移量是1 所以说呢他这个结构体 他这个存储的位置呢也是很有讲究的 好我们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这个 RCC的一个寄存器 好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RCC 这个寄存器对应的这个结构体 好我们看这有一个 为什么要找这个RCC呢 这个RCC实际上就是 我们对这个时钟的一些操作啊 大家看这个RCC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时钟的操作 我们在上节讲过我们要去控制一个 我们的这个内部外设 那么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外设的这个对应的总线的时钟 进行一个初始化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找到我们这个GPIO 对应的这个 总线呢是AHB1 这个呢在上节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IO的它的这个映射 它这个内存映射的时候呢 都有给给大家讲解到我们这个IO对应是AHB1 那么我们就要使能这个AHB1也就是我们要用到这个寄存器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还要关注哪些寄存器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GPIO的一个寄存器 比如说我们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GPIO 好大家看我们在这找到我们对这个GPIO的这个结构体的这个定义 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它的这些成员实际上都是我们在上一个小节给大家讲过的我们这个GPIO的它端口的要使用的叫做它端口要使用的一些寄存器 好我们给大家打开我们这个GPIO的这个寄存器的这个映射的这个图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有这个GPIO的model 然后以及它的typer还有它的这个OC speed的这些寄存器啊 这些寄存器 大家呢下来可以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些寄存器的顺序和我们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寄存器的顺序 以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model来看model第一个是model第二个是otiper那么就是otiper 第三个呢就是speeder好这个寄存器呢实际上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都进行了定义 而且是按它的那个偏移地址的顺序 一个一个往下定义的 好我们还会用到这个结构体 然后我们具体是如何去使用的呢 实际上在这个投文件里面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一些 已经定义好了一些变量比如说我们找一下这个rcc啊 好 大家看我们在这找到一个关于这个rcc的这么一个红定义这个红定义呢实际上是定义了一个 基于这个rccbase也就是rcc这个地址的一个结构体 相当于这个结构体呢它就已经放到了这个rccbase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结构体的成员变量的一些操作呢就实际上可以去直接访问到我们这个rcc所对应的这些寄存器 好下面就给大家具体看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在我们这个led这个led0-it里面呢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初始化 我们这个我们把这个注写写一下啊第一步就是初始化我们的ahb1中gpilf的始终 好这个呢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我们要看我们要初始化哪一位呢实际上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hb1 enable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是我们先找到我们这个rcc的这个章节啊 看我们找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hb相关hb enable的这个操作在哪个位置 好在这儿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hb enable我们找一下hb enable1 ohhb enable这个位置我们找到在这儿然后我们找一下hb enable 在1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在这个gpilf enable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呢 就是它的第5位那么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的第5位置1 那么就可以使能我们这个hb1总线中的这个gpilf 它的这个时钟 好这个是这个地方呢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然后呢就是对我们这个gpio的一个设置啊 然后这个gpio的设置呢我们到我们这个gpio的这个 点c文件里面去看一下 好这个地方呢我也给大家写好了也就是gpio f-molder的这个成员变量我们要把这个gpiof 9制为输出 这个为什么要制gpiof9呢大家对我们这个 还有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在上上一节呢给大家讲这个原理图的时候呢 这个led灯原理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我们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操作我们的这个 灯呢 led0 那么实际上就是操作我们的这个piof9 piof9这个 大家看这个piof9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要操作piof9这个io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piof9呢这个io口呢配置成一个输出 好我们这个moder 这样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去查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gpiomoder的这个计存器 我们直接 好我们来看 这个moder的这个计存器啊在它的 大家看 1 2 0 1 我们直接来看找到这个9 moder9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它的18位和19位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如何来定义的 实际上呢把它定义成01 把18位和19位定义成 定义成01 那么就可以把它 gpiof9呢配置成一个输出 它对应的这个16斤值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值 好然后其他的一些设置呢因为 我就需要跟我这个复位以后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因此呢我们就对其他的不用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就是我们设置这个gpio的一个高低电瓶 那么我们如何来设置高低电瓶呢 实际上呢我们通过修改我们这个odr这个计存器 也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高低电瓶的一个修改 好然后这呢我用了一个红定义哈 这个利物如果是高如果是利物高呢 我们这里面我定义的是 把1定义成这个gpio6high 然后还能把0定义成gpio6low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实现对这个odr的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大家下来对应我们的这个参考手册啊编程手册 以及我们对这个odr的这个定义 在我们这个投文件里面对这个gpiof以及odr的定义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写 就可以把它配置成一个高电瓶和低电瓶 所以说呢总结下来呢实际上我们对这个io的这个操作呢 或者说我们对对这些端口的一些操作 以及对我们这些控制器的一些操作呢实际上就是通过 我们对这些寄存器 对这些寄存器它对应的这些寄存器 进行一个操作 对它进行寄存器进行一个写入操作 就可以实现我们对这些端口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呢我们在后面如果给大家讲到我们这个CM 利用CMSIS这个酷来实现我们的这些 IO操作啊等一系列的操作呢实际上呢 它在底层也是这样写的也是调用了我们这些寄存器 来实现我们的这些操作 这个呢在后续会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讲解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这个 LED 暗和UP里面呢就分别调用了给大家讲到这个GPL SET LD06 的这个函数 然后呢分别可以把它设成高低低高电频或者是低电频 好然后这个代码呢 就到这就给大家讲 讲完了也分析完了然后我们可以编译一下 好这个编译通过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 在版的一个演示 代码下载机调试和演示 首先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摄像头打开 好大家看我已经把这个 下载器的端口呢和开发板连接到了一起 并且把这个电源线呢也接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JLink的这个仿证器啊 这有个灯 这个灯呢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摄像头呢可能看不太出来 实际上呢这个灯现在闪烁 它在一闪一闪的闪烁 它为什么会闪烁呢 因为我们这个JLink的驱动还没有装好 那么这个JLink的驱动如何安装呢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来安装我们这个JLink的驱动 好在我们的课件里面有个JLink的驱动 好我们直接点击它 然后呢它就开始运行 好我们点试 它就开始安装 然后直接下一步 下一步 好这个时候呢安装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再把这个摄像头看一看 打开看一下我们这个JLink的这个仿证器啊 它这个灯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长亮的状态 它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长亮的状态 因此呢我们这个驱动就安装好了 现在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仿证器 以及开发板 来进行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下载 好我们先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 我们首先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正不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 好这里面呢有个debug的标签 我们在这个debug的标签里面呢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选中我们这个JLink 然后或者是JTrace 好把它选中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配置 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不去管它 我们使用这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参数 然后点击OK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进行程序的下载 然后呢我们要首先把这个 把它的电源打开 把开发板的电源打开 它的电源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 好我按一下 把它的电源打开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开发板呢就已经通电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把代码呢 对它进行一个下载 好在下载前呢 有个设置啊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target下面 它就有一个 一个它的一个xtl的一个 兆赫兹 现在设置的是12兆赫兹 因此呢我们这个系统主频呢 它的我们这个clock呢 我们最大这个clock呢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12 我这里已经改好了 我们之前写的是168 就让它运行在最高速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 配置呢 我们这个设备的配置呢 是12兆赫兹 我们这也可以直接把它改成168兆赫兹 来进一个运行 那还有个地方呢就是这个debug下面啊 我们这个呢要选择这个 ORT选择sw模式 因为sw模式呢实际上只用了两个下载线 而且tug呢 用的下载线呢它的数量更多一些 因此呢我们可以减小我们这个下载使用的管角数 可以选择sw 好我们点击确定 ok 好 还有两个代码上的有两个问题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之前给大家讲这个led的时候 我们 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原理图吧 我们这个原理图 在这个原理图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我们如果这个led0呢 它是高电频的时候 这个灯是不亮的 而led0变成低电频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有产生一个压叉 就会有电流 那么这个灯呢就会被点亮 因此呢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led on呢实际上应该是gpl6low 应该是它一个低电频 而led0off呢应该是gpl6high 是一个高电频 好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前面讲代码的时候呢 有个地方 就是在对我们的这个 gpl 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这个model呢 应该是0004000 之前呢我这少写了一个0啊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led.c里面 这个enable的这个值呢 应该是00000020 我之前写成了0010 我这我已经把它改过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就是有一个教训餐里面 我们在对这个 寄存器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大家最好不要像我一样 这样直接写 写这么一个值 大家呢最好 是要通过一个红定义 或者是呢通过一些 语操作呀等一些操作呢 来或者通过一些 算法一个循环呢 来判断我们当先要用哪一位 然后呢这样子呢 才不至于会搞错 但是因为后面呢 我们都主要会使用我们这个酷函数 所以说呢对这个 计存器的这个位啊 的操作会比较少 我们直接使用它酷函数 直接定用酷函数里面的一些参数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对这个 计存器的一些操作 好下面呢我们就 下载代码 我们代码在哪下呢 在这个loader downloader里面下载 好我直接点击 这个downloader 好大家看我们这个代码下载完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重新上电 执行一下 好现在呢这个代码是没有执行的 大家看 那这个时候呢我重新 上电 好大家看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D40的这个灯呢 就开始闪烁了 然后频率呢大概就是亮一秒钟 灭一秒钟 好我们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调试 大家看我们用这个debug debug下面的 就跟我们之前那个模拟器的调试呢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 好大家看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大家看现在这个灯是没有亮的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操作 然后比如说我们执行一步 好执行一步以后呢我们就促实化完成了 然后就是促实化我们的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速化完成以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要准备点灯了 然后我就执行一步 我们这个ledon的操作 好我们看一下 好大家看这个灯是不是已经亮了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执行 然后等延试一秒钟以后呢 好我们延试一秒钟到了 然后我们执行下led off 好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代码框缩小一点 好我们执行下led off 好大家看这个灯这个灯已经灭了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这样通过这个调试呢 来进行一个单步的一个跟踪 而且呢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我们也可以查看我们这个 这个当前的这个内核寄存器的一个窗口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 查看我们的这个汇编的代码 就是这个c元代码对应的这个汇编代码 我们甚至呢我们可以查看 我们通过这个分析仪呢 我们可以查看我们某一个具体的一个 Io它的一个波形 好这个演示呢 就先到这儿好谢谢大家